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静,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河南姑娘远嫁五年,没有回一次娘家 这第一次回去,看到老公给的钱之后啊,马上痛哭 我今年三十岁了,老家是河南农村的 我这家里面有一个弟弟妹妹 我小的时候啊,我的爸妈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想要个儿子 所以第一餐生下我之后,我的爸爸非常不开心 甚至啊,就连我的奶奶都说我妈呀,不争气 等到生下我妹妹之后,我妈妈在这个家就更没有地位了 我妈,我爸呀,也是经常对我妈乱发脾气 说呀,把我妈娶回家,我妈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 连着生了两个女的啊,一直到我七岁那年 我妈呀,生下了弟弟之后 全家人这才对我妈有了改变的态度 可是作为老大的我,自从有了弟弟 我就又多了一份任务 就是帮着妈妈照顾弟弟 我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我要给弟弟洗衣服 我父母如果说要下地干农活 我呢,还要给他们做饭 所以我自从小上学开始 我的印象当中,我放学的事情就是先把弟弟给照顾好 然后等父母干完活回来 他们都吃完饭之后啊,我要刷碗,收拾桌子,打扫卫生等等 差不多所有的家务活都做完了 然后弟弟妹妹们去睡觉了,我就开始去写作业 就这样,我爸呀,还是整天对我不是打就是骂 他总是认为呀,我是家里面的败家子,赔钱货 所以说等我上完这个小学的时候 我爸当时说什么呀,都不让我上学了 他就说这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 长大了不还是要迟早嫁到别人家去 他还说这家里面现在呀,还有弟弟妹妹要养活 哪有那么多钱让我一个女孩子去读书 所以说自从小学毕业之后吧 我就跟着父母一直在家做农户 好不容易等到我18岁可以外出打工去了 我爸他就到处呀,给我联系找了一份工作 不过我自己自我的感受啊,就是到了外地工作之后啊 反而比让我在家里还感到开心 至少我在这边呀,没有人会打骂我 有的时候啊,如果我多干点活 其他的人吧,还很喜欢我 他们甚至还会表扬我 有的时候这同事们啊,就是谁家有事的话呢 我还会就是,他们休假嘛 我会帮他们干活,帮他们顶班 他们也会请我吃饭 这也是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感觉到被别人尊重的感觉 所以我在外面我很享受 我很享受这种日子 不过每到我发工资的时候啊 我父母他们准时就会跟我联系 我基本上挣的钱啊 90%都倒到了家里面了 因为就是我在这边的话 工厂是管吃管住的嘛 自己平时也不买什么衣服 尽管这样啊,我也感觉在外面打工 比在家里要幸福太多 等又过了三年啊 我就跟着村上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姐姐们 到深圳那边去打工了 因为我爸听说那边工资高 所以他就让我来深圳 好像啊,还真被我爸给说中了 深圳这边确实比我们老家那边工资 他这个待遇啊,要高很多 慢慢的我就在这边开始打工了 一直工作了三年之后 我又认识了这边一个小伙子 当时他也是因为 这从小父母啊,就不再跟钱 就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然后我感觉他也和我一样是个苦命的人 我们两个就这样,聊着聊着 慢慢有感情了 我感觉这个男人他也过过苦日子 他也能理解我 我相信以后我们两个人能过好 也能肩负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当时我也是不顾父母的反对 然后呢,我也是强烈的坚信 他能够给我带来幸福 我就跟着他回老家了 没有想到我到他们老家之后 我才发现他们老家的条件 比我们老家差太多了 没有想到他们那边 竟然连这个路都不通车 那而且当时我们两个 不已经同居一年了吗 并且我也已经怀孕了 我感觉我自己也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不过我到他们那边之后 我发现我自己也不会种田 然后我在他们村子上 开了一个小卖铺 我就从城里面倒腾一些日用品啊 临时搬运到这个家里面 卖给周围的邻居 虽然挣得不多 但是勉勉强强吧 能够护住我们过日子 而且结婚之后 我生下孩子之后 也没有公公婆婆帮我带孩子嘛 我要一个人照顾孩子 还要打理我的小生意 我老公他一直是在家里面 做一些小农活的 有的时候呀 是我邻居的一个爷爷 他感觉我很可怜 他偶尔会帮我带来孩子 起初那几年 我感觉真的很难 可是我也不敢给父母联系 因为当时的我未婚先孕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啊 我父母就强烈的不同意 他们甚至还说我是家里的老大 以后还指望我养老呢 可能当时我这心里面 对父母有意见吧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啊 让我就更加坚定了我走的决心 他们也完全没有考虑到 我的幸福生活 可是就是我来到这边啊 我本以为我的生活会很幸福 但没有想到现在啊 他们这种穷乡僻壤 真的是条件太差了 当时老公负责种地 我负责在家做点小生意嘛 照顾照顾孩子 这样的生活每天呀 这只能是节衣缩食了 主要当时我们没有太多收入来源 只能就是维持我们家的日常生活 就这样 我在我老公这边生活了五年时间 我都没回娘家 不是我不想回 而是我回不去 我没有回去的路费 这五年我也曾多次 我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 我也想尽一切办法 在他们周围做点小生意 但是周围的人都太穷了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购买能力 只有我的小卖铺每个月还能挣五六百块钱 这在他们本地人眼中已经是很了不起的生意了 在我去他们村之前啊 他们村上连小卖铺都没有 五年了我也想回去看望一下我的父母 主要因为前段时间我爸给我打电话 说我妈已经病倒了 让我回去看看我妈 听到我爸这样说 我也不好推辞 当时我就想着带着老公孩子一起回去 我老公和孩子呀 一直也都没有回去见过我父母 可我老公当时我让他回去的时候 他就说两个人都回去 哪有那么多路费 要回你一个人回吧 我真的也很无奈 我就说那你给我钱 我自己回去 当时老公给我拿了五百块 我告诉他这些钱呀 都不够我坐车用的 我老公却说家里面的钱再给我拿的话 他们生活都成问题了 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 我呀 我老公才给我拿了一千 我想着还要路费吗 回去这么多年 我也要给家里的弟弟妹妹 和我父母买些东西的 可是我怎么感觉呀 这些钱都不够用 想着想着我自己忍不住就哭了 这么多年 我远嫁呀 却把自己的日子确实过得是越来越难了 甚至我有一种想走了就不想再回来的想法 可是我一看到这年幼的孩子 我就有点于心不忍 现在的老公对我的态度也是大不如穷钱了 甚至有的时候啊 因为这家里面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就会跟我乱发脾气 还会对我动手 我感觉我好像呀 又过到了小时候的那种生活 我真的不知道现在我自己应该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那这个是来自一个咱们河南的网友投稿过来的 就说这些年呀 从河南远嫁之后 真的非常非常后悔 可是他又被现实磨灭的很无奈 他也很想离开这个地方 可是考虑到这孩子啊 他就有些于心不忍 甚至其实从旁观者的角度考虑 我感觉有的时候女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命运呀 给掌握在手里 不要就是说被各种事情低伴了脚步 甚至击败了你的思想 更不要把自己的后半生啊 全部都放在一个男人身上 其实这样就是在拿自己的命运做赌注嘛 拿自己的幸福给自己做赌注 希望每一个结婚的女人吧 都能够生活的幸福 也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 对此不知道大家认为我说的对吗 还有你们认为就像咱们这个河南网友的话 他是该离开还是该留下呢 我如果说他要是离开 他该怎么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大家有什么想法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下方的留言讨论啊 喜欢我的话 请给我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一下哦 那如果支持我的话 请给我长按三秒点赞 助力一下 那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哦 拜拜